我們首先敬禮傳承主師 敬禮 了名和尚 敬禮 殺家正空上師 敬禮 十六四大八花王 康瑪巴 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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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吉喪失 我們敬禮 彈承三宝 敬禮 敬禮 今天父母主尊 利度母 二十一度母 舊瘟疫度母 阿師母 丹真家俗 突登十地 各位上師 教授師 法師 講師 助教 唐主 以及 網路上的各位同門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廟 揞 海駱 早 初音聖 你好 lieno 高邦 愛豆 orgongong すごい 一番 気持有 中美 やび 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 师尊都有看到你们 在画面上 对 Hello How are you today? Seattle is Suning Day Beautiful Day 希望你们那边也是一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现在呢 通知大家 这是旧天灾度母的附魔法会 那这一次呢 这个立度母跟二十一度母跟旧瘟疫度母都全部下降 而且还有旧天灾度母 下个礼拜我们是做旧天灾度母 这个算起来也像这个灾难是世界性的 那么旧天灾度母 因为这个也是属于天灾 那瘟疫也是属于天灾 所以这个旧天灾度母的附魔法会呢 跟这一次瘟疫也是有关的 我们希望所有的二十一度母跟立度母 跟旧瘟疫度母 旧天灾度母 每一个度母都能够来帮助所有的人类 让我们在地球上所有的人能够免除天灾跟瘟疫 这个下个礼拜呢 我们就做旧天灾度母附魔法会 哇 这个所印呢 一个是无味印 旧天灾度母是无味印 一个是无味印 这是无味印 一个呢 是平等磁 平等磁的印 是这样子的手印 旧天灾度母是跟立度母一样 都是立色的 那种子字 那种子字啊 绿色的种子字也是荡字 也是荡 荡 荡 荡字 它的心咒呢 是 它是 它的咒语比较长 它是这样子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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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呢 世界生活中中午委员会 向师尊报告 目前持送旧瘟疫度母心咒 有247个道场 247个道场 那直到今天呢 那直到今天呢 旧瘟疫度母持咒的数目 一共是 各十百千 我念 念好了 六千一百九十二万一千七百零九遍 共念了这么多的旧瘟疫度母的心咒 有247个道场参与这个念咒 那麽现在呢 跟大家讲 这个 也是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因为在释迦摩尼佛时代 每一本的 你注意到 每一本的经典 都是由弟子发问 然后释迦摩尼佛来解答 是弟子发问 释迦摩尼佛来解答 事实上 这个佛陀自说很少 自己讲经很少 大部分都是由弟子发问 他来解答 这个一问一答 这个释迦摩尼佛打的 这个在互动之中 才结极成为经跟序 都是这样子的 自说的经典 自说的经典比较少 一问一答的经典比较多 所以现在有同门问师尊 四家行每一项都必须做满十万遍 弟子都可以分别做到 唯独供养不知道如何做到 因为饭前早午晚和烧香总共一天只有四遍 那相信这一辈子也做不完 请师尊提示要如何在短时间内能够完成 又或者可以发上几年内可以完成 哇 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 关于这个大供养 不是很容易 不是很容易 但是这个供养是属于曼达拉 曼达拉的供养 曼达拉 曼达拉 必须要用曼达拉的这个盘 曼达拉的盘 来做供养 那个四家行有规定 每一项 像大礼拜啊 大供养啊 四归一啊 这个发四五亮星啊 都是要做满十万遍 十万遍 十万遍 你用曼达盘 曼达盘的供养 一样也要做满十万遍 那么有一个方法 能让你的树木 在做 供曼达拉盘的时候 能够很快的 供养到全部 很快的 也就是在 你一个小时之内 全部做曼达拉供养 你一盘米 好像曼达拉 你知道吗 现在的 我们这里有曼达拉吗 你总不能叫我爬起来到后面吧 哦 这个是 这个没错 这个是代表什么呢 这个盘 就是曼达拉盘 会不会挡到啊 因为 没有 这个曼达拉盘呢 它主要的作用是 它象征 十方的法界 象征十法界 十法界呢 也就是 可以讲 就是 四圣界 就是 活 菩萨 声闻 言诀 这个四法界 四圣界 再来 天 人 阿修罗 地义 恶鬼 畜生 象征整个宜咒了 整个大的宜咒 那像这样子呢 它里面放的 是鸣就可以 用鸣 用鸣就可以了 你做一次供养呢 念 西弥四周 并日夜 化之珍宝 供养佛 西弥四周 并日夜 化之珍宝 供养佛 种种 种种珍奇 诸功德 消夜 素素 正菩提 念完 然后 念 供养咒 Om 沙瓦 沙瓦 战 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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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手一指 然後观想 这个就是宜咒 这个就是宜咒 所有七真八宝 全部供养十法皆 然后念完咒以后呢 把里面的名 他的以前的师父教 是要绕 绕这个绕一千 绕一千 绕千 一直在绕千 绕三千 代表供养三千 大千世界 以前是这样子 师父教的 我认为 你只要笔剑子 在这供养旁上 就可以了 然后呢 你做完蛋以后呢 马上把里面的米 全部倒掉 这样子就是一坛 但是你的观想非常重要 把这个观想成为 宜咒上下十方 把这个供养 观想成为宜咒上下十方 观想西米四周 遍日夜 全部观想了 观想完了 就是一坛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米拿掉 再补新的米 再做新的米 你可以 就买很快的 你就煮饭用 就可以煮 煮掉 那么再补新的米 再做一遍 就是两坛 再做一遍 就是三坛 再做一遍 就是四坛 那你一个小时里面 你可以做几坛 那做完十万遍的 曼达拉供养 这表示你的资良 你自己本身的资良 就得到佛菩萨的加持 你的资良就可以记住了 这是曼达拉的供养 以前师父有教 是要转 要转三千 就是供养三千大千世界 转三千就是供养三千大千世界 那这样子你的功德非常大 你来世 你将来世 再转世为人的话 你的资良就胜过 比尔吉 就变成你将来一定会变成富豪的 做这样子的整个 一周西明四周的供养 一周西明四周变日夜 画之珍宝供养佛 种种珍奇诸功德 消夜速速正菩提 你这样子每一次的供养曼达拉盘 一个小时里面 你能够做几遍你尽量做 总之 旧的米供养完了 马上换新的米 这样子十万遍就很容易达成 纵然 你不能够往生佛国 或者不能够直接正果 变成圣贤 你也可以变成比尔吉 这个很厉害 好 再来 有个问题 冠状病毒 疫情撕裂 全世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中国中弟子除了精进修持 旧瘟疫度母念诵法 贯录个人为生怀疑政策之外 在佛法思维上 应该保持怎样子的心态 跟观念去对峙这一颗 惶恐不安的心 如何以更积极的乐观 一面去看待这瘟疫 避免更多的人 因为消极和绝望 坐上不归路 就是自杀 请师尊慈悲开示 感恩 这个地址叫 施连随 是 是这个出家的 施连随 施连随是哪里的 我们以前的讲师 雷锋 雷锋 雷锋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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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锋陛问的 这个问题很好 师尊 师尊 以师尊的立场 看这个瘟疫 反正 每一个国家都有 没有 听说只有四个 全世界四个小国家 还没有 其他国家都有这个瘟疫 冠状病毒 每一个国家都有 每一个国家都有 这个我们看 我们修行人看 因为实在是太平等 每一个都有 你也不用太悲伤 因为你看看别人 别人也是 但你没有死 你没有被传染到 就应该很快乐 别人被传染到 怎么办 这个就是 我们只能够这样子想 这个有信有不信 有的是 比较幸运 你幸运了 你不会被传染到 你当然快乐 因为 有些人都中了 甚至你的亲友都中了 没有中标的 本身就很快乐了 中标的 在我们修行人来讲 哇你中了 怎么办 你也不一定死啊 因为他那个 这个 %很低啊 高一点的就6% 甚至10% 你可能 你虽然中了 你还可以 利用佛法的力量 这个佛菩萨加持你 让你的身上的冠状病毒 全部涅捕死掉掉 用佛法的力量 用你身上 用你身上 你如果有着佛 用你的着佛 去把这个冠状病毒 给它燃烧掉 你还没有修成着佛 你就趁这个机会 好好把着佛生起来 把冠状病毒消失掉 这是一个方法 你如果中了 你应该要以快乐的心情 赶快修法 也是很快乐的事 然后呢 哇 你是刚好是这个 10% 或者6% 或者是1% 之一里面的人 你呼吸不过来 面对死亡 这个时候啊 你要真实的面对死亡 利用你平时修的 师尊所教的 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你要意念根本上师注定 由根本上师来救你 或者意念你自己的本尊 跟根本上师合一 没有根本本尊的意念 金刚砂斗跟师尊合一 由金刚砂斗的形象 你面对死亡的时候 想着金刚砂斗的光明 在你的心中 你一下子 由金刚砂斗的光明 把你的灵魂啊 跟着金刚砂斗的光明 进入金刚砂斗的光明 一直往生到佛国净土 也是非常庆幸的事 因为有很多人啊 对于人间啊 我们修行人就是有出离心 我昨天讲 修行人有出离心 你对于人间不一定很喜欢的 人间大部分都是苦的 你能够离苦得乐 和其幸尽而中奖 你中奖了还要高兴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面对死亡啊 马上可以讲中奖 中奖签示的法 用签示法 把你的灵魂 签示到金刚砂斗的心里面 由金刚砂斗 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你到佛国净土 你就离苦得乐啦 中啦 So happy 不中 也So happy 对不对 死啦 Very very happy 那不是这样子就对啦 所以我们修行人啊 面对死亡 不会恐惧 你要认真真的知道死亡是什么吗 死就是生的开始 生就是死的开始 每一个人将来都要面对死亡 只是早跟晚而已 要这样子想 现在呢 刚好有机会让你面对死亡 你中标啦 这个难得啊 中标也是很好的事 在呼吸很紧促的时候啊 你的念头意念 你根本上师跟金刚砂斗 放光在你面前 根本上师跟金刚砂斗合一 你的意念在金刚砂斗 你把你的心交给金刚砂斗 直接就到了佛国净土 这个就是千世 那你到了佛国净土以后 你会回头看这个沙婆世界的人间 他说我比你幸福的多 我已经到了佛国净土 我已经到了佛国净土 所以借这个机会 可以到佛国净土 就是所谓西方极乐世界就是 所谓西方极乐世界就是 西方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你到了佛国净土了 那你比人间更幸福了 所以得了病也是幸福 不得病也是幸福 那师尊啊 眼看那么多人 这个死亡 师尊在做什么 我每天晚上在做很大的超度 我召请阿弥陀佛到我面前 奥阿弥陀佛世 观世音菩萨到我面前 奥阿弥陀佛世 大四字菩萨到我面前 奥西西所所哈 我念这三个奏西方三圣到我面前 阿弥陀佛手上的莲花呢 手上的一斗莲花 飞出来 化成一条法船 很大的法船 然后法船上面 闪耀着金线 黄金的线 一直到了沙坡世界 中了SARS的 中了这个不是SARS 新冠病毒 SARS的Brother SARS的Brother的新冠病毒 他们就沿着金线 上了法船 然后这条法船 往西方的光明 那个西方的光在那里 往西一直去 我做这样子的超度 也就是超度 中了这个新冠病毒的人 全部上了阿弥陀佛的法船 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我做这样子的超度 每天晚上我都做 能够上这条法船呢 当然跟佛法有缘的 不管是不是弟子 你跟佛法有缘 佛法相应 有缘佛法 跟佛国有缘 我们高昂经念的 佛国有缘 佛法相应 相乐我经 有缘复法 跟佛国有缘的 全部上这条法船 一起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这就是我每天在做的超度 我是亲眼看到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看到阿弥陀佛手上的莲花 化为大划船 放射十方的金线 佛国有缘的 佛法有缘的 全部上这个法船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是做这样子的超度 那么其实呢 这个瘟疫 冠状病毒 人心凡凡 那是世间的一般人 在师尊来讲 便没有人心凡凡 师尊我心也不 那ように 那人心凡凡凡了 他 predators influencing 用过去寡凡凡凡凡寺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师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星期六礼拜天 星期六在西雅图雷藏市 礼拜天就在彩虹山庄 还有说法 虽然底下没有人 没有人听 你们都在网路上听 也是很爽 哪里不爽 这个来说法非常爽 然后我在西雅图雷藏市也很爽 到了山庄 Zunbo雷藏 Temple 也是很爽 做附魔 一个人坐也很舒服 像做大法会一样 我也可以这样子做大法会 我一个人来做大法会 你们报名就可以了 报名足起就可以了 一样了 将来做大法会还要教你们怎么样子灌顶 你们将来 师尊一个人做大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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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家里看这个网路 你们自寿灌顶 师尊教你们什么叫做自寿灌顶 然后你们自己可以拿起那个 你们的这个矿泉水啊 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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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喝啊 对不对 也可以洒在头上 可以洒在水上 可以弄成一大碗 给家里面的人都喝到 度更多的人 网络直播还可以度更多的人呢 你说好不好 当然好啊 那我一个人说法 也是全世界上的弟子听啊 更好的一件事情 不用租地方 师尊只要在西雅图雷藏寺的龙王亭 做法会就可以了 西雅图雷藏寺的龙王亭那么大小的地方 我就可以做法会 这不是更好吗 又免了场地会 又不用献哈达 我都手酸得要命 你们只要划波过来 你们就是足齐啊 我就教你们怎么样子 只受灌顶 你们都得到灌顶了 非常好的 这是好事情 这其实都是好事 今天就只有两个问题 是尊问你们问题哦 你们再回答 你们再回答 我看到那个 连生上师 有两位这个父亲一个儿子 同处一室 三个人合计 却有九只手 为什么 也就是 这个 主父 父亲 儿子 三个人 在一起 但是有九只手 为什么 为什么有九只手 你们回答看看 他们能够讲话吗 小偷 三个都是小偷 三个都是小偷 哇 你们很厉害啊 你们一定有看笑话 三个都是小偷 因为小偷是三只手 叫三只手 那么有三个人 就是九只手 很厉害 这个机长 开飞机的机长 从来不吃哪一种食物 这个飞行员 罪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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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啦 对啦 哇你们好厉害 你们比师尊厉害 师尊要看才知道 耶稣基督是哪一国人 野国人 外国人 外国人 是 所有人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在美国 我们经常讲说 哎 在餐厅吃饭的时候 看到旁边的老外 你看看 旁边那个老外 那个老外 那个老外听到了 他也懂得国语 他就回头跟我讲 我才不是老外 你们才是老外 对不对 所以耶稣不是外国人 耶稣是天国的人 耶稣是天国的人 耶稣是从天上来的 所以是天国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也就是密教里面所讲的新性 我讲了新性 什么是新呢 新就是你的念头 你的习性 都综合起来就叫做新 只是它的表面 真正的新是在里面的那个佛性 就叫做新性 我们原来的新性 原来都是佛 这个是佛陀讲的 佛陀在开悟的时候 他讲奇寨 很奇怪 原来天下的一切的众生 借有佛性 原来我们都是从佛国来的 现在我们修行 是把我们的习性 跟我们不好的念头拿掉 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就是原来的本来面目 你只要把你的习性 给它弃除掉 把你不好的念头弃除掉 那个心弃除掉 你可以就可以看到 你真正的佛性 真正的佛性 原来还是从佛国来的 我们都是从佛那边来的 这个佛陀的意思是这样子讲 这个我们画画的时候 常常写着年年有余呀 祝贺人家年年有余呀 为什么钱还是存不起来 这个是一个问题 问你们 你们回答 他就是这样子讲了 我告诉大家 年年有余 为什么钱还是存不起来 因为年年都被炒鱿鱼 年年年都被炒鱿鱼 年年都被炒鱿鱼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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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纽约连则 连则丧丧丝 我今天再跟大家讲一下道果 还剩下几分钟 还有时间呢 不管 今天讲 今天讲终极戒 终极戒 现世终极戒 终 明点 漏 则所依衰败 既成为禅定之障碍 故须须熟 须须熟 须须熟 树 亏须熟 既成为禅定之障碍 故须守护 六肉事 讲六肉 明点肉的六肉 生乐偏满淫中肉 鬼魔习气梦中肉 病患诸忧忆中肉 明辉作严谈中肉 饮食不调节中肉 行指不端过中肉 我们先讲第一条 这个肉 肉是明点 什么叫做明点 我们讲白菩提就是明点 红菩提也是明点 白菩提 红菩提 都是明点 都叫做明点 不能够漏食的 我们修行人 不能够漏食明点 所以师尊修会了 无漏法 无漏法就是说 不让白明点漏出 也不让红明点漏出 红白明点都不漏食 能够漏食 能够这样子的人 禅定会比较安稳 而且很容易得到六大成就 像灼火成就 明点就是灼火的 可以讲就是灼火的燃料 灼火的燃料 如果明点漏食了 你灼火不会升起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要防漏 要守护 守护明点 守护你身上的明点 那师尊是 百分之一百 百分一百 100% 是不会漏食的 这个很早 我就不会漏食了 很早就不会漏食了 所以灼火 很容易升起来 那么第一个 他讲了 生乐偏满营中漏 鬼魔习气梦中漏 病患诸扰意中漏 明辉作严贪中漏 饮食不调节中漏 行指不端过中漏 这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 六种的漏食 六种的漏食 我先讲第一种 生乐偏满营中漏 其以休息力增长 净分 而生充满热受之时 因猛烈行序 或狂笑而漏食 首富之法为 以六四变 急奋口道饮 特殊控制力等首富 又以开壳之际 若窜息行 狮子解脱印 则不可能漏失明点 这是我讲这个第一节 你在休息力增长的时候 会产生乐 这是快乐 你因为 因为乐 这里讲的 产生了快乐 你乐不可知的时候 过于得到了很大的快乐 一时之间不能够首富 就会漏失掉 云中漏 就是满了 明点满了 就会漏失出去 明点如果满了 它会漏失出去 我们一般来讲 蓝的修行人 你一个月没有漏失 两个月没有漏失 但是你满了 满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漏失出去 漏失出去 因为你没有生起着佛 把明点蒸发 所以你会有云中漏 因为满了 这个我们哪一杯水 像这一杯水 你再储存呢 储存你的明点在这个水里面 那个水满啊 你一直把明点一直存下去 一直存下去 存到满了 满了自然会跑出来吗 这个就是云中漏 云中漏 就是这个满了就会漏出来 那怎么办呢 你又生起着佛嘛 着佛生起来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水啊 把它蒸发掉 蒸发到全身 尤其蒸发到哪里啊 你这个头盖骨 里面蒸发 蒸发到头盖骨 大家注意 一般的舌粒子 都是结在头盖骨 头盖骨这边 舌粒子蒸发到 这个头盖骨 那个它会黏在头盖骨 你要找舌粒子哪边最有 关节里面最有 另外头盖骨里面会有 要注意头盖骨里面的舌粒子 要一颗一颗把它剪出来 你们将来剪十尊的舌粒子的时候 注意头盖骨里面会有舌粒子 头盖骨里面会有舌粒子 这是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 但你如果没有生起着佛 就会云中漏 满了它就漏出来 这是一点 因为你修习的力量增长 净分 而身充满热受之时 你身体感觉到非常的快乐的时候 你控制不住 也会漏掉名点 这个满了它就会漏掉名点 首付之法为六四遍 我将来会跟大家讲六四遍 这是十尊以前练习过的 《撒加六四遍》 这是十尊以前练习过的《撒加六四遍》 这是六四遍 这是六四遍 《撒加六四遍》 《激愤口道引》 就是激净尊跟愤怒尊 《愤怒尊》的口诀 他有口诀 来引导你 让他不要漏失 《撒加六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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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奄日引导 这个是你那时候 你知道你快要漏的时候 趕快以奄日利等首付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底下的这个名点 化为奄日往上提 往上提提到 这个冲顶的这个地方 另外以后日塞住那个漏的口 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方法 又一开壳之际 若串席行狮子解脱印 什么叫狮子解脱印啊 你的人就变成一个狮子 狮子是什么 什么狮子解脱印 我以前我记得我在挂山雷藏寺 也就是彰化八卦 这个诸葛坑 挂山雷藏寺 我行过狮子解脱印给大家看 狮子解脱印是要走出来 然后做狮子的状 脱羊起来 脱羊起来 然后脚怎么样蹲 狮子解脱印 两只脚怎么收 然后四肢收缩 四肢收缩 四肢收缩 这叫狮子解脱印 四肢收我在挂山有做过 你们如果还不能够了解的话 他们不知道有没有录我做狮子解脱印 如果有录起来的话 挂山雷藏寺 连吉丧丝那里 我曾经做过狮子解脱印 给大家看的 这个生乐偏满云中肉 我今天就讲这一节 生乐偏满云中肉 我讲几个笑话 简单的 正接受病疫 病疫身体检查的年轻人 对检察官说 我禁事员应该不适合当兵吧 检察官讲说 放心 我们放你到最前线 你会看得很清楚 一个想不当兵 他说我给你放到最前线 你一定看得很清楚 有一群动物在观地庙面前 大家都闻到臭的味道 鸡就讲说 我这么小 不会放那么臭的壁 一定是牛 那牛就讲 我是吃草的 也不会有这么臭的壁 这时候猪讲话 放壁的一定会脸红 他突然观地庙的观公 从观地庙跑出来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几百次了 我的脸红是天生的 观公的脸红是天生的 可见不是观公放的壁 那到底是谁放的壁 这个笑话里面没有 小民在斜地里 问巴巴 干果是在哪里 巴巴回答 我没吃过 去问你吗 干果 干果 干果是在非洲 不是我们的那个吃的坚果 很像坚果的 这个你的跟一个男的画家讲 你画的人一点都不像我 脸部好像抽筋一样的 这个画家就回答了 你不知道吗 这个就叫做抽象画 抽象画 阿美问阿珠 阿美问 离婚以后 你如何打花时间 阿珠回答 我正在写一本书 阿美问 书名是什么 阿珠就回答 维持婚姻的幸福之道 他已经离婚了 还在写这个维持婚姻的幸福之道 这个假的女生 问你 以的女生 假问 你不是说十分喜欢小王吗 为什么拒绝她的约会 这个义的女生 这个义的女生回答 十分喜欢 但是九十分不喜欢 十分喜欢 九十分不喜欢 年轻的阿美 这个阿美回答 当然不是 我是真心爱她的 要不然 我知道她癌症末期 还嫁给她 假问已 假问 昨天我想上阳明山 欣赏花 太太说 自己家里有花 何必老远跑到山上去看 我随口就回来一句 她竟然一掌打过来 义就回答 你讲了什么 义就问 你讲了什么 假是讲 家花哪有野花香 当然会被打 太太对先生讲 我最近好像老了很多 太太说 先生说 我知道 太太讲 知道为什么不告诉我 先生讲 咦 你不是叫我千万不要讲你 不爱听的话吗 先生问太太 人家说便宜没有好货 你觉得呢 太太讲 不见得吧 你聘金那么少 不是起到我了吗 怎么还有这个 太太跟先生讲 罗下摆摆摊的算命的虾子 好厉害 他眼睛看不到 还知道我长得很漂亮 先生回答 那这个虾子是真的虾了 没错 假问你 老里是人 为什么他老婆带他去看兽衣 姨姨就回答 他老婆说 老里心术不正 看到漂亮的女人 就兽性大花 所以他去看兽衣 太太太问老公 如何可以消除我的抬头纹 老公回答 把眼光放低 贾问老王被老板开除了 以问为什么 假说他把公司那块直 直左通太平门的招牌写错了 怎么错呢 他说门写成了间 这个 所以就变成直左通太平间 老师问学生 你为什么每次考试的时候 你总是前班最低分 学生回答 我患有居高症 不要高分 这是个只是笑话 那师尊现在在明天开始写 第279册的书 278册的书已经完成 就是《香耶在冬季》 那279本书是什么书呢 上回是香耶在冬季 现在冬季快要过了 已经是春天了 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山庄的这个樱花 都已经开过了 山庄的樱花很美 彩虹山庄的这个樱花 非常的美 那个上个礼拜 是开最好的时候 都是春天了 那这一本当然不能说 香耶在春季 而是师尊被这个疫情禁足 禁足 那之后写的这个书就是 孤灯下的告白 这一本书名叫做 孤灯下的告白 因为孤灯嘛 在我的住家里面呢 师尊的书桌有一盏灯 他每天趴在那里写书 就写279册 就是孤灯下的告白 告白不是说 我对某一个女生告白 或者某一个女生对我告白 是讲出师尊心中想要讲的话 那让每一个同盟看到这本书 都能够心开意解 就能够知道师尊 为什么要在这个沙伯世界度众生 现在是第279 敬请期待 敬请大家期待 将来的纸本书 都是由征活播业障来出版 是周慧芳律师 这个主持的 真佛播业障来出版 将来的纸本书跟电子诗 同时的一起出版 然后真佛报啊 我最近看了真佛报跟染灯 多特别的心仪 也就是说 都有新的面貌 真佛报有新的面貌 染灯也有新的面貌 那我觉得 这两本书的水准 这个染灯的水准 跟真佛报的水准 都已经提高了 非常好 希望大家注意 如果有真佛报出来 你们就要看真佛报 染灯出来 大家也看染灯 那师尊的书出来 你们就要看师尊的书 Om Mane Bémi Hom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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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